我先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边要填这个数值 首先第一个趋势预测长度 我现在是不是以分月来去做预测 是因为前面我有48个月的资料 你给他月的资料 当然他就预测月的结果 那我们现在这边预测长度12 是指12个月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2019年的第一个月 也就是1月 2019年2月3月 好,一直内推 接下来这12就是指 我要预测12个月 接下来这边有看到吗 略过最后6个点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预测的时候 不足完整一整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择把 最后这一年部分资料拿掉 那他就拿2015年1月开始到2018年6月 整个总共这样子算起来 42个月的资料来去画出后面的这个黑色线 再来后面有没有看到季节性 季节性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周期 以这家公司来说 1月最低 然后一直不断的成长到9月、10月、11、12月 这个年末他最高 所以从最低 攀升到最高 然后接下来到1月 又回来到最低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周期性 这个周期性 因为1月到12月 当然所以我们这边周期性就剩12 从这6个月 我们拿预测跟真实来做比较 举例来说 在这个点 真实的资料 跟下可月来比 它是不是跌 蓝色这边是不是跌 那我们预测出来是不是也是跌 所以它的预测是准的 这个点 这是2018年季度2 7月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7月跌 我们的预测 它也是跌 所以它是准的 这个预测是目前 台湾80%以上企业 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 我们下节课要教你是更高招的 关键影响因素 它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对比较好 我们下节课要教会 是要教会训达的 台湾80%以上企业 这种方式来教委 我说是有关键影响因素 保持人的数据影响因素 感谢观看